目前的园区将在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完成复工 很多也对员工办公和就餐的距离都特别的要求 安徽某药企业是不公断长朱林 包装的话就是人和人之间被拉开一定的距离 分析出去吃饭然后一人一桌 此外为了加快提供抗疫情一线急需的医疗物资 全国很多医药医疗物资企业复工复产 哈耀集团今天开启了黑龙江省首条N95口罩生产线 总经理徐海英表示目前哈耀集团生产车间已经实现全员复工 医用的这种口罩N95大概是三万只一天 一次性的这种医用外壳口罩是每天两万只的产量 还有这种用的防护衣我们估计是500到600套 复工以后北上广深一些城市面临严峻考验 从今天开始北京的早晚高峰交通将逐渐恢复往日的密集 防控的压力以增加 北京地铁四国站票务员张梦比介绍 将通过增加领客线流等方式控制列车的 咱们现在运行图使用的是平日的运行图 和平时的早晚高峰的密度是这样的 在此之间呢我们还会针对列车上面的如果满载率较高的话 我们会加开领客 然后如果满载率较高的话 我们会车站采取一些线流 我们会先启动远端车站的线流 以平衡这个列车的满载率 疫情期间 企业承受着巨大压力 工信部也明确将采取权力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持 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 等六方面二十条措施 帮助广大中小企业坚定信心 强化措施 实现有序复工复产度过难关 目前多地已经拿出正常的照 广州市日前公布了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十五条措施 据张鸿为表示 重庆市发布支持中小企业共度难关的二十条政策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 你本家 批发 降低成本约两百亿元 那么关于复工我们就不能不说到长三角地区 那这一时段咱们来关注一下浙江宁波 受到疫情影响 宁波市要求企业原则上不早于29号的24点复工 今年开始各类具备复工条件的企业就可以复工了 此刻从网记者杜金明正在宁波市宁海线采访 马上来连线杜金明 金明你好 杨宇宁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企业的开工情况 并且这些我们说復工上岗的人员当地是如何管理的 好的 我先说一下宁波这个复工的程序 实际上宁波这个复工的程序是要求的比较严格的 它是规定全市行动区内疫情防控必须 保障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须 生活必须 重点建设项目和医区旅行国际大型订单 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际民生的相关的企业 可以尽快地安排复工 而其余的企业要在严格地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之下 完成防疫 方案报备之后才能稳妥地复工 如果没有经过各地审定同意 一律不得擅自复工 以我刚刚采访的宁海县桃园街道为例 这个街道是宁海县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 有90多家硅上的工业企业 目前是有23家企业已经复工了 其他企业是正在备案和核准当中 今天中午我实际采访了 这宁海县第一批复工的企业 这家企业是这家省最大的汽车模具生产企业 叫宁国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是有员工1058人 其中有270多是外省级的员工 前外界员工还有230多人没有返回 目前上岗的员工是415人 整个体业三分之一的生产现实恢复了 那体业的负责人跟我说预计到2月底 上岗的人可以达到930人左右 生产基本能恢复到正常 那我在公司看到呢 他们从这个责任落实管控措施 包括这个返岗信息排查等等 制定了一份长达37年的这个复工防疫的方案 工作可以说细化落实到了这个车边班组 引起到了这个专人的负责 那比如这个员工前呢 要走专门的通道 值班人员会对员工逐个进行这个测量 同时对人员进行这个行动询问 做好登记 如果体温异常的是不能进入这个企业园区的 每个人呢都必须配戴口罩 在员工就餐的方面呢 则规定了严格的这个就餐的统计 送餐以及垃圾处理方式 卫生管理等方方面面的规定 比如说这个 由各个部门事业部的部长 在当天9点前 要上报当天上下午的就餐人数 然后采取这种合饭制的 合饭制的这种就餐和专人配送的制度 员工取餐之后呢 要在各自的区域单独用餐 饭后的厨余垃圾 以及用过的口罩 飞机物等呢 都要有这个专人每日厅理 同时加强了卫生管理 那目前宁海县当地政府和相关的用工企业 也组成了一个接送团 这个接送团的任务就是负责接送和安置 陆续返回的务工人员 你今天有没有跟着这个接送团 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方面的情况 是的 我今天是全程的 同下午全程的跟着这个接送团 然后到宁海县火车站 去接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那实际上企业和政府 事先已经掌握了这个员工的返程的信息 就像你刚刚说的 宁海县政府呢 是采取这种一对一的专人的接站 点对点的专线的运送的方式 把员工接到企业 当地交通部门呢 是这个接送团 是由当地这个交通部门 联合了公安 卫健 发改 住建 以及全县18个江镇街道 共25个单位组成的 大概有100多人 他们主要是遵守在各个的交通的这个卡点 做好测温 询问 引导 登记 接送 以及劝返等这个工作 那今天下午1点40分左右呢 我是跟着这个当地的陶渊街道 和我们刚刚说这家方正公司的负责人呢 到宁海火车站 准备接应您这个从安徽 陆安过来的一名叫这个李洋的员工 那我们到达车站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十几辆的公交车 停在了战线广场 那实际上这些车辆啊 是临时作为应急保障的车辆 负责这个专线接送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这样的车呢 一共有35辆 那在广场的另一侧 我看到呢 是各个乡镇系到 车指的这个登记点 他们穿着防护服 戴着护目镜和口罩 全副武装 所有的外省级的人员到达之后呢 根据企业所在的相见街道 然后到这块来对号的登记 两点左右呢 我们接的人就到了 我在出站口看到呢 车站设置了这张省内的乘客 和外省级的乘客两个通道 那我们要接着这个李洋 叫李洋的小伙子呢 他经过这个合作之后啊 就有专人把他带到了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记点 然后企业接站人员呢 就帮助他领取了防疫安全承诺书 和居家医学观察承诺书 然后双方进行签字确认 随后呢 经过全身的消毒 李洋被这个接站的人员 安排到专用的应急车辆上 然后返回公司 那到了公司之后啊 李洋还要经过一次 这个体温的检测 要指定的居家隔离点 每人一间 要经过14天的单独隔离 每两天测一次体温 不准外出 有专人送餐 如果想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呢 也会有专人负责购买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杜金明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网首一时三香 我都用了三十多年了 煎炒焖炖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网首一时三香 说的好 不如做的好 建守珍藏石教 长旧大国奸香 口子教 珍藏石教 成衣咒着没有醒 因为酒杯去补掉 卡萨地洗衣巾 为中气空气洗 势头腥微 促平咒着 开启醒音 获得失败 卡萨地洗衣巾 醒音 让悠雅即刻登场 大家好 我是陈宝伯 我为狼酒顺片狼代言 生品狼 浓香之中 加点酱酒 够香 够醇 够柔顺 身品狼 味道正 浓酱 煎香型白酒 我选低介酸 健康菜籽油 鹿花低介酸菜籽油 浓香味低介酸 介酸降低 健康升级 鹿花菜籽油 制作低介酸 这里是石标的中心 购物的中心 美食的中心 娱乐的中心 万达广场 幸福生活中心 有一个中国奶粉 率先获得欧盟DRC和IFS双认证 并且全国销量领先 这就是君乐宝 君乐宝奶粉 欧盟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 1比1比1 1比1比1 吉隆于1比1比1 中国发明专利配方 畅导脂肪酸均衡 技术荣获 中国医药学科学技术项 吉隆于1比1比1 平衡营养科学好油 我是谢娜 有中国专利配方的 一粒精灵罐奶粉 疫情期间提醒您 送货不间断 宝宝不断粮 精灵罐 中国专利配方 母爱传承 发明专利号 ZL201510291739.7 港珠澳大桥 您看得见超级工程的辉煌 看不见连肃在背后的支持 连肃为您构筑舒适生活 中国连肃 利诺瑞特攀阳能 给金夫留下阳光的味道 顺心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 源自顺 一诺千金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刚才我们说到 今天是全国多地的企业复工的第一天 另外呢 今天还是全国的很多中小学生 网上开学的日子 疫情发生之后呢 全国中小学按照教育部的要求 推迟了开学日期 改为网上教学 今天武汉的近七 九十七万中小学生迎来了网上开学计 全市的中小学生 首次同时在线学习 那么第一天他们学的怎么样 老师 学生和家长反应又怎么样 我们来听武汉台记者的报道 早上八点二十五分 武汉市玉彩第二小学二年级的 何月瑶小朋友 就坐在了家里的电脑前 为即将开始的直播课做准备 和他一起的 还有全市九十六点七万中小学生 到这一房子 武汉加油那一天 让我懂得了 为什么要隔离病毒 为什么不能出门 做好自己的清洁卫生 让武汉更快地解除一级警报 恢复原来的状态 有很多很多的人 要像之前的武汉一样 街道上满满的车 记者了解到 武汉的首个网络开学季 利用的是武汉市教育云平台 全市各区都为区内的中小学 制定了上午空中堂统一授课 下午个性化教学的方案 在常规课程之外 各区还根据区域特色 开设了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 特色课程 如青山区要求学校根据学情 对网络课程进行个性化调整和延伸 适当安排励志教育 经典阅读 艺术欣赏 心理调节 江汉区为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将视力保护 运动健康 心理防护 德育活动安排其中 南湖中学在安排常规课程的同时 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室内课经活动 保证学生们在学习之余 强身健体 增强免力 由于高三年级的特殊性 武汉的3.6万高三学生 从2月1号开始 就通过网络开始集中上课 武汉市实验学校高三一班语文老师 汪慧 我觉得我的整个的内容 在正常的推进当中 整体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 学大多数孩子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还是有所感受 还是比较配合 武汉市实验学校高三学生 曹策宇 有一点一方面 就是那个作业方面 就是因为没有实际的那个纸张 用那个手机或者用平板上的话 写作业的话会很麻烦 然后教啊什么方面也特别麻烦 但是上课的话 那些老师投屏啊 写字啊 其实都看得还蛮清楚的 跟那个像没有放假一样 其实那学习上面的话 马上会有自我的那个调整 然后自我的控制力上面 也有那进步 据了解武汉96.7万中小学生 同时在家通过网络授课 这是第一次 武汉市的教育部门 从1月底开始就进行准备 直到2月7号上午 还在组织全市中小学年级师生 进行大规模的在线压力测试 以发现问题后 进一步优化调整改进完善 虽然前期工作准备很充分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 面对这么多学生同时上线 还是带来了一些混乱 这iden是偶尔词 诶 第一次